新北市市民廣場27號下午熱鬧滾滾 市府舉辦學習型城市椰蛋趴 展現新北市學習型城市計畫 以及各局處推動終身學習的成果 包括四大學習城市主題闖關 11類終身學習機構展攤位 以及多元藝術展演 吸引2000人參與 希望藉著終身學習設計大學 加一個連續7年 雙優秀的特長 來帶動我們學習的能量 市長侯友宜強調前四年推動安居樂業各項建設措施 後四年要讓市民運用終身學習 都有安居樂業的能力 也分享社區成功的經驗 才能真正讓新北市成為安居樂業的永續城市 健康 任性 智慧 遺跡四個面向 帶動我們不管年齡到幾歲 我們永遠在開心健康快樂底下 把好過學習的生活 今年以淡水細質吐成三重爐洲作為先行示範區 整合公所大學產業及民間團體協力推動20項以上計劃 將逐年擴展示範區域 預計114年爭取教育部學習行程式認證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